歡迎收看今天明天下 Google公司 Alphabet還有特斯拉 在內這些大型科技股的財報 令人失望 所以可以看到美股的科技七雄 在昨天的股價 幾乎是全均覆沒 而這樣的一個下跌 只是暫時性的一個回調嗎 不過台股因為放颱風價 連續兩個交易日 其實是休市的情況 在明天開盤 會不會也跟著美股下沙 另外來關注的是 現在高證說 中國大陸現在大家都知道 經濟相當的疲軟 為什麼沒有推出 比較大型的刺激方案 那麼剛才認為說 北京現在就是要保留銀彈 接下來如果說 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的話 就是要用來對付川普的 但是川普真的是 一定會當上美國總統嗎 現在德國總理肖茲 有不同的看法 他就是看好賀錦麗 其實迎面應該是比較大的 還要來看到日本的Lawson 他們現在是希望 用夾娃娃機 來拼消費 那麼接下來會在他們在整個 日本的一個店家裡面 全部都會裝這個夾娃娃機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民眾 另外我們說夾娃娃機 現在已經開始轉型了 而且真的是包括牛肉雞蛋等等 其實也都可以夾 還有颱風天 其實大家也可以來檢視一下 這個自己買的新塵屋 到底會不會有所謂這個漏水的問題 在最近真的是漏水的事件頻傳 而房貸的部分 現在銀行也開始要收緊銀根了 現在也傳出有民意銀行 甚至已經開始不收件 對於房價的部分 會不會造成影響呢 我們在今天節目現場 為你邀請到 南台科大財經系助理教授 朱岳中 大家好 財源專家有婷好 晚安 資深分析師謝陳彥 肥好 大家好 財源專家郭立芳 大家好 我們先請教婷好 我們看到科技股 在昨天是出現崩跌的情況 大家很擔心 台股休息兩天是暫時躲過了一劫 明天開盤到底怎麼辦 如果明天也放假 那就可以躲過五天 那就沒關係了 讓市場有更多時間可以消化 不過看起來可能沒辦法 所以我們要來看一下 禮拜五 到底台北股市開盤之後 到底會不會創下 史上最大跌點紀錄 我們具體來看 其實道琼的部分 它也不過創第三大跌點紀錄而已 前面兩次都分別在 2020年的3月16和2020年的3月12號 當時道琼的跌點是970點和750點 那在昨天的部分是跌了654點 那台股由於已經累積了兩天的賣壓 所以在禮拜五 加上現在積極位階又高 的確很有可能會形成重大的跌點衝擊 可是我們也要清楚知道 目前台北股市最大的跌點紀錄 在禮拜五還沒有發生以前 是在今年四月份 當時也是跌了有接近700點左右 可是我們要清楚知道 四月份以後的行情並不代表 就一路直接向下 說明單日的跌點 並不代表整條趨勢的改變 我們真正要觀察的方向是 美國股市在科技股迎來 這麼劇烈的一個回調 它到底是一個中期回調 還是真的是一個熊市崩盤 泡沫負面開始 現在大家也會擔心 這個在先前引發的AI熱潮 會不會是有被誇大的嫌疑 對 那第一個 我們要觀察的幾個方向 就是從財報面來佐證 到底AI對於這些科技軟體股的 實質營收是否有顯著衝擊 我們當然知道像是Alphabet 和終端商品的特斯拉 這一波財報出來之後令人失望 所以遭受了相當大的賣壓 可是你細看Alphabet的財報 它點多是YouTube廣告收入 稍微不如預期 可是在其他雲端計算的部分 並沒有重大的衰退 基本上是低於預期造成的 這還是有區別 一個叫做低於預期 就是你好像沒有我想像中 賺得這麼多 第二總是直接虧損 哪一個才是真正衰退的訊號 我認為稍微低於預期 讓市場有終極回檔的條件存在 反而是健康的 我們舉例來說 根據美國股市 從元月份到12月份的 慣性漲幅來做觀察 通常每年的一二季度 本來就是一個顯著的上行趨勢 但是在第三季度 通常都會有自然的慣性回檔 在第四季做最後一波的衝高 那現在我們看到美國股市 今年以來的走勢 基本符合過去一二季度的表現 那三季度 做一些適度的回檔 我認為也是非常之健康的 而且目前正在大幅度 獲利了結的 就是那些漲最多的 讓它有一點均值回調的空間 我們舉例來說 在昨天標普白指數 各大板塊的跌幅當中 我們看到公用事業 甚至還收漲 你像這些防禦性的消費 金融保險能源 跌幅都比整體中位數 還要來的低 跌最重的是什麼 是週期性的消費板塊 我們講的3C電子 和科技類股 而且標普500 SPY的ETF 居然還是跌最重的 說明什麼事情 就是把那些漲最多的科技股 進行獲利了結 所以我們真實要觀察 在幾個方向 第一 是Alphabet這一波 作為科技全值股 所公布的財報 的確 營收的年增幅 從15%下滑到13% 可是有進入到衰退 有大幅向下的跡象 我認為是沒有看到的 它只不過在短期內 增長的速度跑了慢一點 但是我不認為這是衰退的開始 但是我們也必須了解 市場總是需要找一些理由 讓股票市場有均值回調的機會 所以光是不如預期 就可以讓美國股市 做一個適度的回調 而這個回調 它至少 如果是以重大跌幅來看 這兩週就非常有可能會發生 讓股價殺的稍微恐慌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剛好這兩週 是科技財報週 最重要的公布時節點 本週公布的財報 大概有占三成一 下一週會有三成一 可是這兩週過完之後 差不多就可以在下方 進行主體震盪了 也就是說 7月份 橫勇可能是美國股市 本輪下修的重要關鍵 大部分的跌幅 清洗的籌碼 會在這個階段完成 8月份 9月份 不代表美國股市 會直接上彎 但是藉由適度的下方盤整 可以洗掉更多的籌碼 所以我認為現在在這個時間點 做一個中期回調 美國股市反而是相對健康的 好 科技股在先前漲多了 所以現在來個中期回調的話 是比較健康 但為什麼 不是科技股的股票也在跌 大熊在昨天中錯 而且來自像是在Visa的部分 甚至是迪士尼 看起來也都很不樂觀 沒錯 這次Visa的財報不如預期 主要還是屬於刷卡量 沒有符合市場原本的預期 可是我們也了解 到底Visa這一次的不如預期 是不是代表著刷卡量 已經轉年減了呢 大家已經不消費了呢 其實並不是的 它是刷卡年增幅遞緩 就是刷的速度 不像過去增長來的這麼快 我們舉例來說 根據美國主要銀行和支付業者 在過去幾個季度的刷卡表現 看得很清楚 在當時21年到22年 年增幅大概都是17%到20% 以非常驚人的速度增長的 可是我們看到 從去年四季度開始 差不多每個季度 就是以7%的速度增長 就再也沒有因此而加深了 所以市場上就很擔心 如果高利率維持得越久 那這個刷卡量是遲早下滑的 這是第一個觀察的重點 第二個 從實體消費端來看 如果你的刷卡量下滑了 那肯定就代表著 很多的消費已經逐步停止了 我們以LV財報來做觀察 你像LV在這一次 五大事業群當中 有三個事業群 上季的獲率都是屬於下滑的 我們舉例來說 像葡萄和烈酒的部分 年減是一成二 時裝和皮革製品 年減是2% 香水好不容易成長3% 可是市場原本的預期 是成長6% 手錶的部分 年減了5% 市場的預期 只有年減3% 尤其像是一些 選擇性的配銷 這一波也是遠遠低於 市場預期的 所以我們看到LV 這一次的財報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就是除了日本以外 其他市場都有銷售量 嚴重衰退的問題 那為什麼日本 現在看起來在LV的銷售明顯大好 對 為什麼日本還可以有兩位數成長 因為日幣很便宜 所以大家現在要買包包 買一些奢侈品 都瘋狂的跑到日本去買 所以它是日本大幅攀升的原因 可是我們看到亞洲市場 歐洲市場 或者美國市場 幾乎都沒有任何成長的跡象 它基本上這些數據 就足以去證明說什麼 包括像是迪士尼 最近的財報也是表現著 市場上的服務消費 也不如預期 這就說明著高利率已經產生它的副作用了 高利率維持這麼久 原本刷信用卡的人不小心違約了 這個時候要付出非常高昂的代價 導致未來他都不太可能刷卡了 這就是我們觀察到的 不管是汽車貸款 還是信用卡 目前的違約量都已經突破 過去五年的標準 即將往2011年的歐債危機來做賣進 那它也彰顯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剛才我們聊到的 科借股財報不如預期所造成的賣壓 它是可以藉由中期回答來把它解決的 就是適度的回調 稍微低於預期 就可以累積下一波的動能 可是這個消費衰退的問題 誰能夠拯救它呢 目前來看只有一個人 那就是鮑爾 所以你看到 為什麼市場上針對9月份的降級預期 幾乎是100%了 如果我們具體觀察 現在9月份的Fight Watch當中 認為會降級一碼的機率是8成7 那認為會降級兩碼的機率有一成一 但是認為會保持在當前基準利率不降級的機率是0 也就是說市場上都很清楚 隨著消費市場的奏批 最後一波台北股市 美國股市 我們可能已經來到主身段的尾身 但是木身段最後會由誰來接手呢 木身段會由兩大部門接手 第一是AI行情的重新聚焦 第二就是資金行情 鮑爾的撒錢計畫正式開始了 所以我們就要具體觀察一下 如果兩個方向消費面和科技AI財報面 都能夠有顯著帶動的話 我相信本輪只是現在牛市當中的一個休息點而已 但是經歷完幾個季度 幾個月度的回調以後 美國股市還是有機會持續的拉高 台灣這兩天放颱風假 當然說颱風天因為也會下大雨 挺好 剛好也是可以檢視一下 自己買了這個新乘物到底有沒有漏水的問題 對 現在不只是漏水的問題 有很多地方還淹水 淹水 對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剛好是新乘物 通常在一定年限以內 建商都會有一點保固的 通常是五年 沒錯 所以還是可以來多做一些留意 跟建商做反應 尤其我們看到現在大家最關注的 就是雨這麼大 很多那個窗框 過去這樣淋雨淋這麼多以後 很多都開始滲水了 所以這個幾個部分是特別來留意的 另外一個就停車場的問題 有些停車場 因為現在在高雄地區 的確水灌進來實在太快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才想到 以前我總覺得B2 B3其實沒什麼區別 就繞一個彎就上去了 現在B2真的比B3好一點 因為就差一層對不對 那可能就是小關自己車子 因為反正也出不去 這個時候只能看能不能避開 所以我們要跟投資朋友分享的 是說現在整個不管颱風天 新城屋或者鋼交屋 其實都可以去留意一下 這第二觀察的重點 那第二觀察重點 這個還是屬於買到房子的人 在煩惱的事情 現在有更多是怎麼樣 是鋼交屋或者說鋼成交 但是貸款還沒有撥下來的人 這些人還更痛苦 還更苦惱 怎麼說呢 萬一貸不到怎麼辦 對 這個是現在已經成交 但是最煩惱的問題 我們都很清楚 受惠於前幾年的房子熱潮 最近幾年是建案陸續完工 加上去年8月份的新建案 到現在之後 我們看到整體房貸 魚油水位是大幅的增高 它會影響兩個條件 第一個是6月份的資本失足率 幾乎已經到零界線 所以很多銀行是被迫 一定要在7月份才能夠撥貸 那第二件事情 是72折合 我們講的不動產的放款 這個限額 大概要占總貸款 僅僅只有三成而已 而我們具體觀察 過去幾個月 正在高強度的上行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銀行 目前已經發生了 就是說已經不給放貸了 我們舉例來說 像是額度還沒有滿的 有幾家 可是像國泰的部分 它要針對1000萬以上的VIP 這網路上在傳的 我的確 我去觀察了幾間銀行 也是這樣子 也不是說第二代不能放 但是你必須要有一定的資產 放在這家銀行 才能夠放貸 其他我們看到 像是沒額度不撥款的銀行 易銀 華南 凱基 玉山 張銀 這些都是 有很多官股行庫 現在可能也來到 水位以滿的情況了 這是什麼原因 原因就在於 這幾年 本輪的房地產牛市 是從20年到21年這段時間 開始有大幅度的建造量 現在到24年25年 這個始造量只會持續的增高 這就導致了 一堆人都急著在這一兩年 馬上要進行升貸 它會排擠怎麼樣 因為預售屋當時很多跟銀行 可能已經談好條件了 它當然是優先給預售 當時三四年前以前買的房子 可是今年和去年買的中股 這個時候就遇到很大的壓力 因為我是今年才決定要買的 但是這個時候 我去跟銀行申請的時候 銀行很抱歉 它也不會直接拒絕你 但有可能會把你的貸款利率 稍微的調高 或者貸款乘數稍微調降 導致你自然而退 所以如果我們觀察 在過去一整年 國營的房貸餘額的年增幅變化 在去年年底 大概就是4%到5%的速度上行 可是在2024年以後 突然就開始加快 從本來1月2月 大概是8%左右而已 到今年6月已經來到10% 這個速度還在上行 它會造成什麼樣的一個效果呢 它會造成的效果是 由於現在在放貸層面 受到嚴重的緊縮 本來要買房的人 他的買盤意願是不會消失的 但他會藉由現在的 房貸市場的概況 把中股買盤 往預售買盤來做推進 我買預售屋 比較沒有這樣子的資金壓力 如果我買的是新城屋的話 可能我原本準備 200萬的頭期款 結果貸款成數沒有辦法 那麼高的話 變我頭期款就要增加了 沒錯 這就是第一個所遇到的問題 那就是說 由於我的資金有限 如果我的房貸 無法達到我原本預設的條件 我可能突然就成交失敗了 那對我來講是一個 很大的信用衝擊 假設總價一千萬房子 原本自己預設可以帶到八成 那只要準備兩百萬 結果他銀行只帶你七成的話 自己就要多準備一百萬 沒錯 所以這個時候 還不如回去買預售屋 第二個條件就是 我們剛才跟投資朋友聊到的 預售屋多數建商跟銀行之間 會談好相對條件 通常會有比較穩定的 貸款成數的一個施放 所以你可以觀察到 有買房的也在苦惱 這個現在淹水的問題 這個買房了 剛成交的 在煩惱現在貸款能不能過的問題 但是更煩惱的是誰 更煩惱的是還沒有上車的 而且房價還在上行的 這些屋主 這些買家們 我們具體來做觀察 現在根據六都以及新竹縣市 新開案的成交變化 在二四年的上半年 你看新北市 近三年漲幅是高達兩成二 2022年上半年 均價是53萬 去年是59萬 今年均價已經來到65萬了 陶雲的部分從30來到37 新竹縣市從36到47 台中從41來到47 所以我們可以觀察到 現在新開案的價格 還在急續的升高 為什麼上升幅度越來越快 原因很簡單 很多人說 可是六月份的理監市會議 加上剛才我們看到的房貸的限制 照而講房市會冷卻 的確 中古市場是又冷卻一點 但是中古市場的買盤 全部移到新開案的 預售屋身上了 這是我們觀察到的現象 它導致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買預售屋 平數只能買得越來越小了 像台北市的部分 各大地區 大概從24年相對於20年 過去5年 大概減少了5坪左右 新北市的部分 減少更多 減少了6坪 桃園市 你像巴德地區 減少到了14坪 新竹縣市是過去幾年 漲幅來得最快的 你像竹北市的部分 減少了接近有21坪 這是非常驚人的說仔 所以我們可以觀察到的 具體現象就是說 市場的買盤是沒有消失 但是由於種種法規 限制的原因 導致市場的買盤 大量的往預售屋市場 來做賣進 所以預售屋今年下半年 會不會持續開出新的高價 我認為機率是非常高的 我們在這裡 然後呢 再有一個